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 除了保存好文物 吉博还积极开展社交活动 开发文创产品 既传播了咱吉林文化 也丰富了观众的观展体验 张同是吉林省博物院的14名讲解员之一 过去他们的工作就是讲好每一件文物的故事 而现在他们是台上讲风俗民情 文物故事的老师 也成了能剪纸 会做风筝 风香囊 教舞琴系的孩子王 那么之前的博物馆教育 我们采取的形式主要是观众走进博物馆 那么博物馆的社交部通过讲解来传达博物馆的文化知识 08年免费开放之后 博物馆的受众发生了变化 人数群体都发生了变化 这样迫使博物馆 它的教育形式也发生了改变 拼玩具了解五几六兽 小游戏里学习海洋知识 玻璃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70年来 吉林省博物院的展示手段早已更新换代 有了新的科技法宝 这面电子展示屏被大家称为魔墙 它可是极薄的大明星 馆藏文物轻轻一点 360度观看 放大缩小 文字介绍 您要是喜欢的话 还能点个赞 您这么一点 后台就把数据信息收集了 以后办展览 或者开展教育活动 这里的数据都能提供参考 自打故宫文创活起来后 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 成了博物馆界推广文化的共识 自带文物基因的文创产品 总是仅美貌和内涵于一身装扮了人们的生活 丙武神钩 定谣百词提良壶 张大千书画 这些院藏文物为创作者提供了无限灵感 被化作了日常生活用品 放在书房 摆在床头 十年的探索 吉博已经研创了文房百件 办公用品 居家生活 装饰用品等九大类上万件文创产品 真正做到了让文物活起来 2012年到18年之间 我们到各个大的博物馆去学习 学习好的理念 学习好的想法 把博物馆的文创 成系列开发 成体系开发 在21年建院七柔年之际 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文创产品 根据我们馆藏文物 张大千文物 我们做成礼盒 跟七大文铜镜同比之下 我们做了个纪念币 还有帆布兜 包括化学板等一系列的产品 大概20余款 作为国家文物局 102家文创试点单位之一 吉博已初步走出一条 具有吉林特色的 博物馆文创发展之路 2020年 吉林省博物院 常办了首届吉林冬季文博会 全国80家博物馆 32家文物商店 18家文博企业 携数千款特色文创 齐聚吉林 让吉林省的文博爱好者 大包艳赋 助推了吉林文旅融合 向更深层次不断发展 70年砥砺奋尽 70年春华秋时 几代吉博人 用心情智慧 创造了吉林省博物院 辉煌的70年 更迭的是岁月 不变的是初心 未来吉博还将继续依托院藏 邀您共赴文化滔铁盛宴 今后我们博物馆的发展 我们要就是要建设一个 更加开放的一个吉林省博物院 不光是对我们的本市的市民开放 而且要对全省 全国人乃至全世界人民开放 真正做到这个包容天下 完成在东北 作为一个知名的一个博物馆 在国家有名气 在世界有影响的 这么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博物馆 感谢吉博人为宣传吉林文化 做出的贡献 上世纪50年代 一些文化大家 从全国各地来到了吉林大学 他们为我们征集和保存了一批 重要的青铜器 前不久 吉林大学考古以艺术博物馆 让这批宝贝亮相了 渊远流长 意义生辉的中华文明 在我们的眼前展开 这些字咋读 有人可能说 这看着也是横平竖直 一撇一纳 我咋就不认识呢 这很正常 如果你都能读出来 那就说明一件事 你对青铜器有所了解 因为它们都是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名字 本次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风物侠年的青铜器展 馆藏160多件珍贵青铜器 是首次集体面向大众公开亮相 它们来自夏、商、舟、秦汉等多个朝代 古人最早发现金属铜可以用来制造器物 但是太软 于是发明了用铜与锡、铅等金属 铸造合金增进强度的办法 在商周时期 青铜器被叫做金或者是极金 刚刚制作完成的通常是金光闪闪的 沧海桑田时光流逝 它们多在地下被水吐侵蚀 就长满了青绿色的铜锈 青铜器的名称由此而来 富丁有滔铁文方丁 这个文士的主题叫做饕铁 上古的时候它是主管 特别贪吃 它会放在石器当中 有这样的一个寓意表征 一个是它的用途 它就是石器本身 另外饕铁作为一个神兽 它在礼器上的一个象征 也代表庄严、肃穆 这个就是我们对于青铜器装饰里头的 一个文化和美术或者艺术 结合的一个探索 下上周时期 青铜器的制作逐步发展 达到鼎盛 这一时期的古代中国 被称为青铜时代 那也是奠定中原王朝礼制的时代 丰武侠年青铜器展的第一单元 也定名为李絮 顶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代表 本是烹调和盛放食物的器具 相传下朝大宇做成了代表九州的九剑铜顶 顶作为李器至高无上的地位 就此奠定 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中鸣鼎石 这些以鼎组成的成语 多与李数等级有关 与青铜鼎同样彰显地位的 还有鬼 天子九鼎八鬼 代表着中原王朝礼续的最高等级 诸侯则是七鼎六鬼 大夫五鼎四鬼 元氏三鼎两鬼 鬼就是现在盛饭的大碗 北京的美食一条街 鬼街也是由此取名 咱们展出的这一件痴纹的铜鬼 它是这个西州晚期的 痴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五角的蛟龙 那这个鬼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巨大的一个兽足 然后它下面有一个像托牌一样的底座 通常情况下很多鬼是有盖的 把这个食物保存起来 那同时呢 它的两侧的这个气啊 这上面有两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龙手的一个装饰 这个装饰呢 既是这个盘斥文的这样主题文式的一个浮雕的造型 同时它也是作为食器的一个理智象征的一个升华 就是说用这些龙啊等等锐兽的一个形象啊 去表征它的一个礼器的一个用途 钟鸣鼎时的青铜时代 橙气虽然是礼术的象征 但也无法脱离它本身吹煮作用 这一件来自商代晚期的大鱼童眼 就是一件吹气 眼是什么 就是它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一个蒸竹一体锅 上面这一块叫腹 也就是一个锅 那它中间还有一个壁子叫增 结合起来呢组成这样一个吹气 它又能煮又能蒸 大鱼童眼呢 它是干什么的 大鱼呢 是古代的一个吉礼 用来祭祀的风调雨顺的 那这个眼呢 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祭祀的器物 钟骨抱沉昏 礼乐当有星 乐器也是青铜锂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青铜乐器的代表那一定是编钟了 1978年在湖北隋州出土的曾侯以编钟 是由65件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 至今仍能演奏 青铜乐器 以锂乐器中挠最为多见 这一次我们来认识几件军乐器 醇鱼 针和鼓 这些呢都是军乐器 淮南子的这个兵略训里面有提到 两军相当这个鼓醇相望 鼓和这个醇鱼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在战场上使用的军乐器 醇鱼呢 它这个是一种打击乐器 我们能看到的 上面啊 有一个虎是可以把它挂起来的 虎主兵 它作为一个这个军乐器 或者说兵器系统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东西 它用这个虎作为装饰 敲的时候敲哪呢 就是这个鼓府的这个位置 打仗的时候用 它在这个军事的这个祭祀当中 或者说假如说 点兵的时候也用 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国之间兵戎纷纷乱 诸侯士大夫纷纷见月 在湖北隋州 曾侯尹大墓里 就出土了九顶八轨 历史上所说的 礼崩乐坏 就是指这一时期 渐渐的 青铜作为礼器的作用消失 更广泛地用于制作武器 青铜展的第二部分 戎马 则为我们展示了 青铜器在军事当中的应用 现在看见的这个虎服是汉代的 整个呢 可以说这个虎服 相对来说时代比较晚 也就是在这个秦汉时期 它逐渐发展出这样的一套制度来 看待以后呢 才开始盛行 虎服呢 它是以老虎分两半 一半呢 这个皇帝拿着 另一半呢 长兵的这个人拿着 皇帝派一个将军 拿这个虎服来和这个当地的这个军手 来合这个兵服 合上了 吻合了之后 那就可以发兵了 打仗就可以继续了 虎服所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中国古代军事发兵制度完善的一个体现 无论是里和月星的青铜礼器 还是金戈铁马的青铜武器 都让参观者对青铜历史有了更深的认识 那么这些明显是来自中原的青铜器 是如何来到吉林大学的呢 上世纪50年代 古籍专家罗继组 来到吉林大学的前身 东北人民大学历史系任教 与他一同来到吉林大学的 还有他的祖父著名的金石学家 考古学家罗振宇先生 所收藏的一批珍贵文物 自1955年这个罗继组先生 来几大工作之后 他的祖父罗振宇先生 收藏的青铜器 就得以陆续的入藏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而当时呢 这个博物馆的前身 仅仅是一个文物室 还没有被称之为博物馆 后来还有这个于晴吴先生 在时任校长跨养明先生的支持之下 到北京琉璃厂一带 又陆陆续续的去收购 和征购了一些文物 当然后期还有一些田野考古发掘 是张忠培先生 在吉林大学创建考古学科的时候 收藏了一些标本 在这个收藏的前提之下 我们奠定了吉林大学 一系列青铜器收藏的基础 我们想以这次展览 致敬吉林大学 收藏这些青铜器的老先生们 也想把我们的青铜器故事 分享给更多的人 罗继组 邝雅明 于醒吴 张忠培 这一个个在中国文化和教育 考古史上响当当的名字 是吉林大学的一座座封碑 他们也让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成为今天这样 一座拥有8000件藏品的博物馆 传统京剧摘星楼的排练 已经接近尾声了 但想要在舞台上重塑这出失传的高派名剧 除了演员们的畅念作打功夫要应 乐队 舞美 庄校等多个环节的配合也极为重要 今天呢 我们的记者王航继续带大家到省京剧团 探个班 他就是吉林省戏曲剧院京剧团的青年琴师 梁宇辰 别看他长相呆萌 是个90后 但人家曾多次斩获全国金湖演奏大赛金奖 也是倪茂财 王平 等京剧名家的固定琴师 按理 传统戏的伴奏对他来讲是家姓就熟的 但这次面对副牌的摘星楼 他就皱起了眉头 我们也是照着李克曾老师这个录音 把谱子又重新整理出来 因为这个戏失传了 他没有曲谱 然后就得靠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把 里头的唱段和音乐或者曲牌都是很传统的曲牌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新编子 从来没听过 金湖是给文系伴奏 到了舞系 那就是以锣 鼓为主了 锣怎么敲 鼓点怎么打 这个节奏可不能乱 舞台上有这么一个人 他可以说是乐队的核心 那就是鼓师 今儿我可得让这位总指挥露个脸 根据他那个现有的录音 把他现有的锣鼓精先都给扒下来 因为他有些东西都是新编的 然后我们再根据演员的念词念白 然后还有那个在舞台上的地角 然后把锣鼓精给他配套的写在上面 每次来看戏 我最爱往后台跑 演员们好看的妆容 华丽的服装 怎么都看不够 这里面呀 我最喜欢的 是《西香记》当中 催婴婴的服装造型 古蓝色的女配 飘逸的水袖 端庄大旗 真是好奇 这次摘兴楼的服装会怎么设计呢 导演给我们的八张照片 有没有别的那个参考的那个服装的资料 完了呢 我在私下呢 也查阅了大量的细口 《西香记》服装呢 有三大美学原则 不分地域 不分朝代 不分季节 直演故事 完了再就是跟这个导演 我们共同的那个沟通啊 商量啊 才那个找出这么出戏的服装 脸谱上的颜色代表了人物的性格 衣服上的颜色 同样也能表明人物的身份 上下五色 就是京剧服装特有的角色划分 红 黄 黑 绿 白 属于上五色 一般为剧中主演所用 而下五色是指蓝 分 紫 秋香 角月 为剧中交次要角色所使用 长风鹤虽然是小生演员 但是参与了这次的服装设计 他告诉我 男主角黄飞虎的衣服 就是以红色为主 红的团龙嘛 老生这个行呢 很多戏都会用到 像这个蟒 主要来自于咱们这个明朝的服装 样式 大家可以看这个玉带 这个蟒 都是我们明朝当中真实存在的 黄飞虎最后穿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靠 他就是形容这个将军出征的时候 穿的一个铠甲 你看色系它也是红色 包括这个袖也是平金袖 都是这个身份比较重的人 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服装的样式 之前我这个外行就是看个热闹 原来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门道 女主角达琪的造型 我可是满满的问号 毕竟是由千年狐妖所混化 之前的京剧舞台上 可是很少有人演过 这次会怎么亮相呢 他达琪主要穿的是这个工装 这个京剧当中 很多淡绝的戏都会用到这个 有点像咱们这飞子的这个起居服 内厅当中穿的这样一套服装 京剧当中演那个妃子角色 穿的最隆重的这样一种服饰 这次长风鹅和化妆师玉京 就来了一个大胆的尝试 在头饰上下了一番功夫 设计了一个全新的京剧版打紧造型 以前这种的光是戴这个 这个太明显 后边还没有完全现真身 他就是后边就是被杀了 嗯 在一个咱们整部戏 现在的那个感觉 还是按咱们的传统戏比较多 那个有点太跳了 如果不行 他这个毛像你说的 有点小的改动 在他这个上面 看看哪块 给他做几个点缀 给他做一点点缀就行 对 然后观众也知道他的身份了 从五年前第一次听 倪茂财先生说起摘星楼 到一个月前 大家正式读本排练 这段时间 每一个部门对这部戏的付出 我都见证了 现在距离迎接 中国京剧艺术基金的验收 只剩一周的时间 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大伙都猛足了劲 让我们共同期待 摘星楼的精彩亮相吧 神秘的黄玫瑰 银次郎的故事 两个人的车站 罗马假日 这些外国经典电影 之所以被国人津津乐道 离不开长影艺制片场 那些优秀配音演员的声音演绎 最近长影艺制片场的 王孝威 胡莲华 孟立军等五代配音演员 旗剧 从幕后走到台前 用声音展现了别样的魅力 这个人的面孔 您也许不认识 您也许不认识 但是一听到他的声音 肯定会觉得好像在哪听过 他是教父中 马龙白蓝度饰演的教父 也是罗马假日中的欧文 还是变声怪节中的斯卡利 他色调分明 是力量的象征 他能赐予我力量 这位声音百变的配音大师 就是胡莲华 在长影工作的四十年里 他为一千多部影片配过音 他的声音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 在这次长影艺制片晚会上 长影老中青幼五代配音演员 从幕后走上了台前 用声音的声音 带领观众长阳光影的流金岁月 他们确实如你所说 但愿不止如此 一百年过去了 我已经一百一十七岁 近上海啊 这我们是个重大的考验 陈毅小平同志 正在做大规模培养各个工作 声音主要是用声音来表现人物 用声音来演戏 然后用声音来传达人物的内心 如今长影艺制片长已经成为中国培养配音演员的重要阵地 胡连华 孟令军等一批优秀的配音员 也把他们的经验和技巧传授给热爱配音的学生们 所有其他王国都必须要承认我才是真正的王 作为我国意志电影的摇篮 1948年被誉为我国意志片之父的袁乃臣先生 组建了长影翻版片组 并发明了沿用至今的对口型配音法 从第一部意志片《普通义宾》开始 揭开了我国电影意志片的华彩乐章 73年来 长影意志片场共意志了来自近55个国家 41种语言的院线电影2666部 电视剧7000多部和大量的国产故事片 如果说配音演员是一部电影的幕后英雄 那么一首经典的旋律就是电影的最佳名片 直此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 长影乐团携手沈阳交响乐团 哈尔滨交响乐团的演奏家们 用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旋律 让观众重温那些经典电影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是长春电影制片场拍摄的电影 冰山上的莱克的插曲 1963年上映风靡大江南北 它是由塔吉克族民歌改编而来 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 这次演奏的交响乐版辉鸿大气 同时演奏家们还使用了手鼓这种打击乐器 保留了原曲的民族特色 中文字幕——YK 轻快的英国民谣组曲 点燃了整场音乐会的热烈气氛 2020年吉林省新年音乐会 吉林省交响乐团特邀著名指挥家 中央歌剧院首席常任指挥原丁职棒 为全省的乐迷朋友们演奏了节日序曲 原号协奏曲 假面舞会原舞曲等八首经典交响乐 假面舞会原舞曲是哈夏图梁的代表作之一 根据莱蒙托夫同名戏剧而作 和其他明快的原舞曲风格不同 这首原舞曲《尘域厚重》交织着优雅的贵族感 和高加索地区民间音乐的粗犷质朴 展现原戏剧故事中主人公内心的纷乱不安 音乐呢是无国界的 那么吉林省交响乐团呢 作为吉林省交响乐乐的最高的水准的 这么一个一支艺术团体 对他们来说任何的作品是 我觉得是没有难度可言的 我们一直在坚持这个中西合璧 扬卫中用的这样的一种理念 那么就是力求把世界上最美的音乐 带给我们吉林省的观众朋友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 我是庄园 咱们下周再见